王定宇委員 去做一種不入流的評論 真的沒有什麼回應的必要 就好像我在回應王定宇在講的事情 我也不會稱呼他是王八千 柯文哲主席現在一句話都不能說 我相信 佩琪醫師 也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真的看不下去 才會去做出一些問題 沒有到的主席柯文哲 因為金華城案 現在正在土城看守所裡面的 昨天民眾黨他們也號召了 上萬人走上街頭來聲援柯文哲 同時包括馬英九辦公室的經紀長 蕭旭成到現場來立挺 另外還有國民黨的立委 徐曉鑫跟羅志強都發布聲明 來聲援柯文哲 剛才黃國昌他在上廣播的時候 是提到說他非常感謝 國民黨的好朋友跟他們站在一起 不過有些人因為某些原因 沒有辦法到現場來站台 他也能夠體諒 不過其實在前幾天 其實連搜索柯文哲家裡的時候 是耽擱了一個小時才進入他的住家裡面 那昨天晚上他的夫人陳佩琪是說因為當時候 柯文哲正在上廁所跟洗澡 所以沒有辦法來應門 那被民黨的立委王定宇酸說 柯文哲是台灣的曼德拉去做諧音 那剛才黃國昌也大雙王定宇說 我也不會叫你王八千 王定宇委員去做一種不入流的評論 真的沒有什麼回應的必要 黃國昌形容其實王定宇這樣的說法是不倫不類的言辭 那他也說他不會針對此次來多做回應 不過其實可以看到昨天晚間民眾黨的活動是有很多國民黨的這些政治人物來表態聲援 那黃國昌也說他們在新的會期在立法院也會就吹哨者保護法等優先法案來共同合作 以上是在台北的昨天情形